歡迎來到旗桿的新聞現場 我們現在開放COIN 觀眾朋友給大家一起來討論 今天國務基要會的涉及偽證的 包括吳淑貞跟他的小孩 還有陳姓宇夫妻四個人 還有包括陳敏昕 全部五個人都被起訴的 警方特別講 陳志忠跟陳姓宇 他們是符合什麼 在審判的前就已經認罪了要件 所以請求給予減刑 所以現在傳出來就是說 很有可能最快一個月後 陳姓宇就可以解禁可以出去 所以救華論華是有可能的 可是現在很多人就在猜 第一個到底特診署查清楚了沒有 第二個如果真的出去 跟華安一樣出現一大堆問題 這社會大眾會怎麼看 北檢有兩個方式可以處理陳姓宇 一個是起訴一個是還起訴 結果他現在不管起訴或還起訴 就是解除限制出境這一部分 全部丟給北院 他現在沒有還起訴 他是起訴 表示說我認為你最正確的 我起訴你 那要不要解除限制丟給北院 我覺得我們社會上的氛圍是完全跟現在的法律 這種走的路線是不一樣的 所以所有的民眾要有個心理的準備 我們做任何民調 你看那個媒體都做任何民調說 陳姓宇該不要讓他限制出境 不應該的佔大概接近六成 有三成說應該 應該解除限制 一成人說不知道 那如果就法論完 我認為任何一個犯罪行為 不是用公投的 這我呼籲所有的民眾 不是說我們感覺說 要不可以出去就不可以出去 如果在法律上 你找不到任何一個理由 要人家限制出境的話 那真的到那一天 如果北院判他判刑 判他很重的話 他就沒辦法出境 也不給他緩刑 他可能就要坐牢 如果也給他緩刑 那就是解除限制出境 所以這一點就是說 我覺得大家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今天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不是特徵組無能查不到 如果大家認為說 這如果也是推論 如果照劉老大的標準 陳姓瑜有沒有犯罪 有沒有洗錢 特徵組查不到 是表示他無能 你到他人跑掉之後 你才發現他喚刑重大 那不是很嚴重嗎 那如果真的查不到 人家有犯罪的事實的話 那你要還人家清白 他是無辜的 這我覺得就法論法是這樣子 我們打斷一下 黃法院特徵組是有問題的 你前面查查是沒有 給他跑掉以後 他回來告訴你 證據在哪裡 你才查出來 這是無能的 因為你事後證明他是無能的 陳姓瑜不一樣喔 你怎麼知道特徵組是無能的 說不定陳姓瑜以後 都沒有發現他有任何犯罪行為 特徵組是有能的 這麼早就還陳姓瑜清白 除非這些都是假設喔 除非以後跟黃法院一樣 陳姓瑜出去以後 發現陳姓瑜也是貪污共犯 也是洗錢共犯 特徵組當然是無能的 但是你現在憑什麼 說他無能還是有能 如果陳姓瑜沒有的話 特徵組從沒有把他查到有 叫做有能嗎 是這樣子嗎 當然不是啊 但是好那我必須要講 今天無論特徵組 無論北檢 無論北院 北院我現在不談 我談特徵組跟北檢 請問 我真的請問一下 也請教各位法學專家 有沒有為了一個小小偽證罪 開記者會的 有沒有 可以不可以 可以啊 但是有沒有嘛 那過去有沒有 這現在有了啊 現在有的 這個問題不大 現在大 沒有 大家都在注入 他現在有 他又講犯行重大的話 我也希望北檢 你把犯行重大的事實交出來嘛 這不是那我說的是 北檢說的 現在有嘛 就是因為你犯行重大 所以他才開記者會 如果犯行不重大的話 他記者會他可以不用開 我講你都不聽 什麼叫犯行重大 這個是叫林景春講的 不是我說的啊 對不對 好這個這個 林景春檢察官今天記者會 可能他講 口誤了犯行重大 這個可能是 可能是他習慣用語 口誤 但是我個人來看的話 今天為了陳信瑜 開那個記者會 文政見者會 還是因為陳信瑜的 身分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 他是陳信瑜 前總統的侄女嘛 是不是 第二個還是為了 貶加弊案的一部分 這個偽證罪 是由特政組 丟到北檢來的 所以大家關注這個問題 他有必要出來跟 社會上做個說明 是因為這個原因 不是因為今天是犯行重大 才開記者會 是因為他是前總統的子女 是貶加弊案的一小部分 那我個人來看 今天我們討論很多 這個偽證罪集太清楚了 上一堂法學教育課 但是呢 我是覺得整個貶加弊案的核心 還是在特政組 特政組整個偵辦不能再出錯了 因為社會上非常關注這個問題 你現在一直在提醒 如果像玩遊戲那個水球 不管怎麼丟 到後來特政組就是要負錢責 可是我們要問兩個很重要的問題 當初說偽證罪 如果就先人家出現 說一定會被罵死啊對不對 所以他們說講說洗錢貪污罪啊 那今天看起來 是沒有的 第二更重要的 民調2比1 可是法律上又必須要放大 那怎麼辦 我們先不談民調 我們就事論事依法論法 如果陳姓瑜今天所犯的 如果只是偽證罪的話 那麼一個月後 按照今天晚報的報導 理應讓人家出境 我覺得這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的確要這樣辦 就法論法 在大概2 3小時前 我剛好在一個接待外賓場 我遇到監察委員李富殿 我跟他聊了很久 因為我也問他說 報仔說 你要調查這個特政組 或陳聰明總長的事 到底怎麼樣 的確如報仔說的 他從法務部或最高檢 都拿不到資料 我的意思是說啊 哪怕要追究黃旺彥的 吐脫事件 監察院目前都可能停擺 就是使不上力啦 用馬英九的話說 沒有走力點啦 就是說 你看那麼重大的黃旺彥事件 監察院都是沒有辦法切入的 包括監察院 我聽他講的 假發覺到 不是那麼單純的 內部還有內部的問題 那我現在是想說 如果黃旺彥事件不能處理的話 那麼哪一天 假設啦 我們順理成章 依照法律讓陳聰明出去了 萬一 發覺到陳聰明也有事件的話 是不是跟黃旺彥事件 也沒辦法處理 所以我們的機制是有問題的 那包括 到底有沒有台美司法附助 這個資料回來 或者我們的特政組 或我們的法務部有沒有盡力 這個還要透過法務部的 那個外交司法附助管道 有沒有盡力 如果都沒有做 或者的確沒有這個資料的話 以後再講 但是 我是說 剛剛說依法論法就是論事 陳聰明一個月後 理應當他出境了 但是如果事後發現到 真的不是這樣子 還有更多資料進來 比如說台美司法附助的話 那麼既黃旺彥事件 跟陳聰明如果在海外 又發覺有事情的話 我們政府承擔了起嗎 我就是說 目前人民 至少各種民間的民調 是六成對政府除弊是不滿的 嚴考會都有高達五成的不滿 司法事件是一回事啦 但這個政治後果 我們的政府能不能承擔 我把這問題提出來 大家來想一想 我們先來聽觀眾朋友的聲音 台北人